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又是我蕭Sir 來自香港港安醫院 我是註冊營養師 今次再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就是營養和壓力的關係 我們再提一提大家 有些朋友或者病人來到我們醫院 都是很多壓力的問題 或者情緒不穩定 有些病人根本沒有病痛 但是來到這裡不舒服 那裡不舒服 又頭痛 又睡得不好 其實他們都是從精神方面的問題 而引致病痛 有些朋友選擇不同的方式 去舒緩他們的壓力 有些挺好的例子 例如去登山 或者做運動 跑步 甚至乎聽聽音樂 有些有宗教信仰的 可以去教堂祈禱 或者是一些靜坐的方式 有些比較不太好的方法 可能大飲大食 或者不斷購物 花很多金錢 有些會影響他們的身體 上一集也提到 喝酒 其中一個不是那麼健康的方法 去舒緩壓力 其實有些研究報告 酒精可以令我們 會開心一點點 亦都是一些醫療的 一些藥物都可能會用到酒精 但是因為有些人 攝取過量的酒精 而引致酒精中毒 精神病 一些酒精的綜合病症 這些情況 可能攝取大量的酒精 而導致這些情況 另外 有些外國研究發現 有些癌症 都跟酒精有關 發覺有些口部的舌頭癌 口癌 咽喉癌 食道癌 胃癌 肝癌 和胰臟癌 都跟攝取過量的酒精 有關 另外我們的肝臟 都是第一個器官 導致損害 如果喝太多的酒 另外有些社會問題 有些研究發現 跟酒精有關 例如美國 法國交通意外 和酒精有關 達到50% 50% 交通意外 都跟酒精有關 即是司機 喝太多酒 至於自殺的比例 另外35% 又跟酒精有關 有些謀殺 大概30%至40% 都跟酒精有關 另外30% 跟酒精有關的 就是藥代配偶 這些社會問題 身體有些癌症 情緒問題 都跟酒精有關 所以很多朋友 甚至病人 都來問我 可否喝酒 去舒緩壓力 其實我不會給他們一個答案 我會分析一些情況 或者給他們一些研究報告 讓他們自己去做決定 另外有些酒精的研究 發現 他們一喝了很多酒 發覺維生素B 是會缺乏的 而導致抑鬱症 在上一集提到 維生素B 是幫我們製造血清素的 因為維生素B 轉化成色胺酸 色胺酸 轉化成色胺 血清素 在我們的腦下垂體 所以 維生素B 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如果喝太多酒 正如剛才所說 就會將我們的維生素B 流失 間接會減少腦中的血清素 導致抑鬱症 情緒不穩定 所以下次如果 有些人想喝很多酒 不論是啤酒 紅酒 烈酒 白酒 可以轉為圖中所看到 就是提子汁 一些沒有發酵的果汁 另外我們需要一些健康生活的模式 除了我們做運動之外 睡眠也很重要 睡眠很重要 我們怎樣可以 令我們睡眠更加好呢 原來有些研究發現 如果你睡得不好 對我們的精神 有很大的損害 當中 這裡有個研究 就是說 失眠的人當中 有40% 即是40% 將來 或者會有精神的問題 所以說 如果你長期失眠 或者睡得不好 或者長期 晚上 或者玩電腦 打手機 或者做其他事情 沒有睡覺 可能有40%的風險 將來會有精神問題 另外失眠者 有40倍的機會 患上嚴重的抑鬱症 所以有些病人 患上抑鬱症 或者有些精神問題 其實不是一朝一夕 可能長期都睡不好 或者失眠 或者解決不了問題 而導致抑鬱症 怎樣可以避免失眠 睡得好些呢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這裡有個圖表 就是避免一些刺激性的飲品 特別是睡覺之前 避免喝這些咖啡 龍茶 或者朱古力 這些都含有咖啡因 或者刺激性的成分 如果你睡覺前 想睡得好些 盡量避免喝這些飲品 以及吃這些刺激性的食物 另外晚上 盡量不要吃太多 如果你吃太多 不單止對我們的身體 有損害 因為我們吃太多 我們的胃 肝臟 腎臟 腎臟 我們的心血管 都不斷地工作 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睡眠 令我們的器官不能夠充分地休息 所以我們盡量避免一些咖啡 茶 一些含有咖啡因的朱古力 糖果 晚上不要吃太多 或者不要太晚才吃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 很晚才吃飯 或者是工作需要 可能要8點、9點 吃完飯 然後去睡覺 或者看電視 有些人 甚至乎吃宵夜 11點、12點 再吃多一頓 然後才睡覺 這些對我們的精神 或者是我們的身體 都造成很大的傷害 另外 有些人 吃完飯 可以睡覺 但是 第二天起床 都很累 又沒有來心機 其實都跟 上一頓晚上 吃的份量有關 即使你睡得到 但是我們的身體 不斷地工作 都未必能夠達到睡眠的效果 所以我們如果想預防失眠 最好避免刺激性的食物、飲品之外 就要有足夠的運動 足夠的運動 令我們的身心舒暢 血液又循環 可以看到下一幅圖 這棵植物對我們的睡眠都有幫助 大家不知猜一下這棵是什麼植物 有時候我們吃泰國菜 都會攝取到的 答案就是香茅 原來有些研究發現香茅 是可以舒緩我們的壓力的 可以沖一些香茅茶 或者把那些葉去倒熱水 泡一泡 然後喝香茅水 都會令到我們精神穩定一些 如果你打算幫助我們的睡眠 有改善 可以試一試香茅水或香茅茶 另外下一頁提到我們很多建議改善睡眠 另外右邊是一些睡眠惡化的因素 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想睡得好 又想防止失眠 可以看左手邊的建議 第一 剛才提到香茅 第二就是默想 讓人平靜下來 不要想太多 聽一下柔和的音樂 有些會沖過暖水糧 幫助我們的情緒穩定一些 另外我們人體有很多乳酸 日後工作很忙碌 很多活動 腦子要想很多事情 積聚很多乳酸 令我們很累 其實透過洗澡 或者浸浴 將我們身體內的乳酸 溶化 稀釋了 可以減低身體的乳酸 達至舒緩 或者減壓的效果 另外如果再好一點 可能找個人幫你按摩一下 減壓桑拿 這些活動都可以舒緩壓力 但是有一個情況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睡覺的環境 都很重要 環境一定要黑暗 溫度要比較涼 低溫 和安靜 原來這些環境的因素 令到我們的腦部 產生了一個叫做 退黑色素 未來通年 這個退黑色素 是一個好的荷爾蒙 幫助我們穩定情緒 可以令我們睡得好一點 翌日就有足夠精神 另外一些建議 就是好像讀書 閱讀一些 較為平靜的文章 很安靜 如果有宗教信仰 就可能討告、默想這些 至於右手邊 如果你想睡得好一點 避免失眠 這些就盡量避免 例如剛才提到 喝些咖啡、刺激性的飲品 龍茶 晚上吃得太多 睡覺的環境很吵 溫度非常炎熱 潮濕 光線又太多 又喝些 刺激性的汽水 又有咖啡因的汽水 而且很吵雜 這些環境和外在的因素 都會影響我們的睡眠 很多時候我們 見病人都會 建議一些 剛才所說的營養素 包括聖胺酸、維生素B 奧米加3 甚至乎一些 不好的食物 我們都盡量叫它避免 這些食物的餐單 都是根據病人的 性別、年齡、高度 以及他們的精神狀況 或者身體狀況 而離定的 有些病人可能有糖尿病 甚至乎有癌症 加上有失眠 可能餐單亦有些變化 所以我們都要經過 醫生和營養師去做個評估 然後定一個 早晚三餐 甚至乎有些 驗食症可能會加餐 而作出一個 適當的一些 建議 暫時講到那麼多 下一集再講一下餐單 謝謝 謝謝大家 近來 越來越多人講到奧米加3 這個問題 相信DHA、EPA 大家都會不陌生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原來還有一個ALA呢? 植物的食物 我們吃下去的時候 多數都是以ALA這個形態 怎樣才能轉化成DHA 原來我們要留意 在我們的飲食裏面 減少奧米加6這個油脂 裡面包括了大豆油 花生油 棕櫚油 甚至是我們吃的沙律油 而另一方面 原來當我們吃一些反式脂肪的東西 亦都會阻礙了我們 將這個吃下去的ALA轉變成DHA 所以 日後 大家在飲食裏面 就盡量 選擇少一些 含奧米加6的食物 大家好 又是回來 我們 我叫Alan 就是蕭Sir 跟大家繼續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壓力與飲食 上一集都提到 我們看到一些研究報告 法國飲食對我們的情緒壓力都很大關係 有些食物如果吃得太多 就好像上一集講講的例子 麥克爾米糕 就吃了一個月的一些高脂肪的快餐食物 引致他的身體出了很多毛病 情緒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們吃得好些的 有很多不同的營養素 可能會預防甚至乎治療我們的情緒問題 我記得有一次在美國工作 去到一間療養院 在那裏工作了六七年 見過很多病人 其中一個病人 印象比較深刻 他有精神問題 但他本身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他就去到我們的療養中心 就要安排一個療程給他 當然很多營養師醫生一起開會 怎樣可以幫到這位精神醫生 有精神問題的問題呢 我們開會研究之後 就看很多報告 評估了之後 就發覺一個生活模式 可以幫助改善他的情緒問題 他有時會有些情緒波動 有些抑鬱 有時會有些陽簡症 一時間他就會睡在那裏 然後就不省人事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個生活模式 幫他緩和情緒 讓他不要想太多負面的事情 讓他更開心 在這個病人的個案裏 我作為營養師 就幫他設計了餐單 這個餐單 是根據這兩集所提到的 一些重要的因素 包括維生素B 有色胺酸 也有奧米加3 和其他抗氧化的食物 當然要和廚師一起合作 加上醫生 一起配合 這個餐單是否適合他 法國我們的餐單 是以素食為主 還有沒有剛才上一節 講到一些刺激性 或者是傷害神經的飲品 食物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記得和廚師一起合作 首先做一個早餐 原來一些人如果不吃早餐 都會影響一個朋友的精神狀態 可能他晚上已經睡覺 沒有食物了 一早起床 如果不吃早餐 就會令到他們的同酸 或者酸鹼食 有些偏差 令到他們的精神 會有些不穩定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給病人 一定要吃一個豐富的早餐 和高營養高質素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的餐單 注重幾種營養素 第一是色胺酸 第二是奧米加三 第三是維生素B 和一些高抗氧化的飲食 早餐其中一個例子 是以粟米、硬殼果和麥皮 而組成的 可能有時可以做些紅米、糙米飯 讓它飽肚一點 好像一輛車一樣 入滿油才可以走 人體也是 我們將這位病人 寫一個豐富的早餐 高質素的 所以選用這些食物 有時可以做一些番薯 給它吃 有時連皮都吃了 把番薯洗乾淨 擦乾淨泥 讓它乾淨一點 連皮都可以一起吃 發覺這些都含有很高的維生素B 亦有很多抗氧化 纖維素也很高 讓它的血糖穩定 有時會做粥給它吃 這些不是一般的粥 用了醋米 加點紫菜 紅蘿蔔 番茄 蘑菇 蘑菇 甚至乎 有些杏仁 可以用多些水分 把它煮得容易入口 容易消化和急收 這個是早餐 給這位病人吃的 有時有些病人可能喜歡吃麵 亦都會煮一些麵給它吃 我們不會煮一些即食麵 即食麵第一油炸 亦都很高飽和脂肪 和油經過高溫可能會有些致癌物質 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身體狀況 我們亦都不會用一些即食麵 甚至乎微蒸 就會用一個叫做蕎麥麵 蕎麥麵也很高維生素B 纖維也有 加了雲耳 番茄 冬菇 經過廚師烹調的技巧 會煮得比較好吃 外觀比較美觀 讓他們的胃口更好 這個蕎麥麵也是增加能量 和剛才所說 有些抗氧化等腦部的功能 維持著 有時我們又煮一些 比較簡單的早餐 給這些朋友吃的 可以是蕎麥麵包 有這個叫做杏仁醬 杏仁醬其實很容易做的 有一個攪拌機 接著放些杏仁進去 將它攪拌 不要下水 因為杏仁本身是脂肪類的食物 將它開了攪拌機 攪爛 會自然成為一個叫做杏仁醬 有些朋友吃早餐 可能會吃白麵包 塗牛油 其實這些都是 不是那麼健康的早餐 因為白麵包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只有卡路里 或者加了一些糖 沒有什麼纖維 也沒有衛生素 抗物質 而牛油也純粹是一些飽和脂肪 有些植物牛油可能是反式脂肪 嚴重影響我們的心血管 特別是腦部的血管 可能間接影響腦部的運作 所以我會預備一些全麥麵包 有時是自己做的全麥麵包 或者是麵包機 都很容易做到的 不會塗牛油 塗杏仁醬 或者是牛油果去進食 可以吸收碳水化合物 和好的蛋白質脂肪 可能會因為不太均衡 只吃麵包和杏仁醬 可能會加一杯豆漿 即是增加色胺酸 和一隻香蕉 或者其他水果 另外有些早餐可以建議 吃一些麥皮 麥皮再增加營養價值 加一些乾果 和一些堅果 合桃 或者是花生 但是要小心 如果有些小朋友 有些花生的敏感 就盡量不要被他們接觸花生 甚至乎處理花生的用具 都要小心 如果是成人的 或者是沒有花生的敏感 都可以加適量的花生 堅果和乾果 在麥皮上 另外再喝一杯豆漿 增加色胺酸和蛋白質 有時未必足夠時間煮麥皮 可以建議買一些比較容易熟 或者即食的麥皮 加一些阿麻子 吃一些新鮮的水果 都是一個合適的早餐 有時也會吃一些黃豆 大豆 或者蒸一些粟米 給他做進食的早餐 另外有一次我和廚師合作 做了一個叫做豆腐蛋給他吃 其實我們蛋類都沒有給這位朋友吃 患了精神病的這個朋友 純粹用豆腐 豆腐色胺酸的含量 是最高的 所以就加入了豆腐 用那些腐皮 再包著豆腐 再找一些紅蘿蔔 放在中間 形成一個像鵝包蛋的形狀 可以增加他的食肉 亦都可以增加營養素 特別是色胺酸 在下午也做了很多不同的菜式 給這位朋友吃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增加抗氧化 抗氧化幫助他的腦部 甚至乎其他器官和細胞 有正常的運作 所以下午一定會有一碟新鮮的沙律 不同的菜都可以放進去 例如一些生菜 或者是洋蔥 一些不同的深綠色的葉 都可以放進去做一個生菜 或者是沙律巴 可以加入這些粟米 番茄 青瓜 如果想味道好一點 加一些檸檬汁 或者是橄欖油 這樣下去 就將味道提高 另外下午的餐單 有時都會預備藍瓜 給他 藍瓜 除了維生素B 非常高之外 又有鈣質 甲質也很高 幫助他的心血管 肌肉的收縮 擴張 有時會選擇一些水果 給他 如果肚子餓 在下午 下午 下午茶都可以盡食 當然如果他沒有這個需要 也不需要吃下午茶 主菜來說 也是以豆類 瓜類 為主 所以用豆腐 炒雜菜 加入蘑菇 紫菜 增加味道 另外烹調的方法 也會用一些天然的材料 譬如薑 蔥 薄荷葉 或者是一些香草 加入調味料 不會加入這些味精 油 鹽 糖 都會盡量少 其他主菜 包括茄子 還有椰菜 西蘭花 甜椒 增加顏色 還有衛生素C 抗氧化也很高 木耳 增加纖維素 有些荷蘭豆 都可以用作主菜 另外做了一個咖喱雜菜 其實我們很少放油 但裡面的黃薑粉 是適合抗發炎的用處 南瓜湯 配合其他生活模式 包括運動、飲水 以及足夠睡眠 幫助病人調節身體 希望這個個案給大家參考資料 多謝各位 請坐! 瑟金 酱粉 麻油 爽 小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